苏道22攻击机 苏道22攻击机是一种变后略异战机,在1970年代刚刚诞生的时候,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战斗机之一。 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,苏联向越南出口了数量不菲的战斗机,其中就包括40架苏22立方米型战斗机、180架逆格、21战斗机等先进战机。 后来越南又在1988年得到了一批更为先进的苏22M4型战斗轰炸机,空军装备水平进一步提升,超过了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尖7、尖8等战斗机,因此当时中国空军急需一款更为先进的战机。 在今年7月26日,越南空军的一架苏22战斗机发生坠机事故,当时这架飞机刚刚起飞不到20分钟,机上搭载的两名飞行员也全部死亡。 虽然事故的原因尚不清楚,但是可以肯定的是,这架飞机的机灵,至少有30年了。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,虽然这架飞机是从苏联进口的,但是事故原因并不能归咎于俄罗斯,这个过是不会背的,原因是越南曾在10年前将这架飞机送往乌克兰进行改装和维护,并未获得俄罗斯的授权和允许。 乌克兰飞机改装厂,或许不具备相关资质,在现在看来,苏22战斗轰炸机,或许已经十分的老旧,但在1980年代它还算是一款先进战机。 以越南装备的苏22立方米型和苏22M4型战斗机威力来看,这些战机不仅装备,有当时十分先进的航电射,对,还能发射KH-23无线电制导空地导弹,KH-28反辐射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。 苏22战机的最大航程接近3000公里,作战半径高达上千公里,拥有数百架先进战机的越南,取得了大片海域的制空权,一时风光无限,而1990年代之前的中国空军,装备的最好的战机是尖8、尖7等,甚至还有大量的尖6战机。 这时候的国产战机很多型号连空空导弹都不能发射,只能用原始的机炮进行迎战,跟现代化战机差距十分大,为了改变落后局面,中国迫切需要从国外引进一款现代化战机。 于是,在1990年前后,中国以巨大代价从苏联和俄罗斯,进口了苏道27战机及其生产线,一举获得了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的一款战斗机。 从此之后,中国开始了战机的现代化之路,除了苏道27外,还陆续引进了苏道30、苏35等,兼副10、兼20、兼16等国产战机也研制成功并批量佛役,空军装备水平焕然一新,责任编辑。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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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